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各地的這個水患災情嚴重啊 前幾個月華南地區廣東地區都大淹水 最近這幾天湖北、襄陽、四川、蘇州等地都有陸續傳出水災的這個災情 但是在昨天中國河南的鄭州發生了最嚴重的這個水災事件 許多的車子都被滅底甚至被沖走 也有人在路上被沖走 甚至連捷運站都大淹水 造成多名的人員傷亡 如果想要看各地水災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Youtube上或是推特上看 相信那邊有非常多 而在昨天中國的微博跟微信上 有人紛紛轉發了罹難者這些證實的影片 結果今天就已經被移除了 相信什麼原因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心中都有不一樣的答案 有人認為不應該傳播那些死者的影片 所以被刪除是很正常 也有一些人認為 因為這些影片如果全部都公佈的話 就跟官方公佈說的死亡數是不一樣的 大家就會去質疑這個政府有沒有說謊 所以這邊就尊重大家的想法 但是昨天在第一時間 中國的各大平台跟媒體 卻還在播報歐洲水災嚴重 德國、奧地利、意大利那真的是慘不忍睹啊 小粉紅更是在取消歐洲各地上千人 因為水災失蹤 上百人因為水災罹難 新聞報導第一時間 對河南、鄭州自己的水災 一字不提啊 歐洲其他國家我們就先不說 我是台灣人 我就先說台灣 如果今天台灣、台北、新北 不管哪裡 台灣如果今天水災造成捷運上淹死了 我第一次聽到了 你覺得台灣的新聞媒體跟網路的輿論 會怎麼走 欸有支持政府的 說這個是天災啊 災所難免的 欸有的會檢討政府 是不是我們市政府偷工檢料 是不是我們的中央執政黨啊 救災不利 是不是我們當初做這個捷運 那條線的那個執政黨 那個發包工程上 有問題 偷工檢料 都一個一個拉出來編師檢討 但是我再試問一下 中國有沒有這種聲音 台灣如果今天發生了這個事情 各大電視台 會不會開政論節目 請各種不同的立場的嘉賓 去罵執政黨 去罵這個在地政府 去罵這個發包工程商 甚至去責怪天災 反正各種不同的立場 會不會有 而你們小粉紅罵我們台灣的素材 是不是都是來自於那些 我們台灣自己的新聞跟政治節目 對嘛 所以證明了 你來攻擊我們台灣 抨擊我們台灣的點 就是我們台灣人自己提出來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 中國有沒有 總而言之啦 大概在昨天晚上 八九點的時候 就已經有非常多的中國朋友 有寄信到我的Gmail的 有私訊我IG的 Discord的 通通都有 把這個中國罹難還有水災的影片傳給我看 然後我想說 靠怎麼那麼嚴重 這是捷運站嗎 這是捷運裡面嗎 你在胡我啊 我當初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中國 哪個夜店在辦什麼游泳池 烘趴 因為還有在閃紅燈跟藍燈 我當初還不知道 我看月腳的飯 啊靠北 這是捷運 這是在捷運上水災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河南當地的新聞 第一時間說了什麼 無人傷亡 乘客都沒有生命危險 而且更是有小粉紅出來洗地說什麼 哎 網路上傳的這些影片呢 都是在造假 都是造謠 為何溺水的人旁邊都是血跡 哎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醫生 我也不是救護人員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在溺水之後 去搶救 結果會七孔流血 這個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出血的都是眼睛鼻子嘴巴 還有耳朵 都出血了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上網去查了一些文章 因為心臟停止 肺部又有積水 所以導致這個肺泡還是血管破裂啊 所以你在移動屍體 跟你在幫他做CPR的時候 血就會自然的從這個七孔中流出來 但是我也有看到文章說 不是每個罹難者都會這樣 有些人會有些人不會 但是不管他有沒有流血 這些影片都是貨真價實 在你們中國河南鄭州的捷運站裡面 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 總之流不流血 不會是討論的主要原因 但沒有辦法 這就是小粉紅的天性 腳屎棍改不了 總是在討論 不是焦點不是重點的東西 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的大嘴炮 胡錫進 他是怎麼洗地的 好 帶大家來看一下 7月17號胡錫進說 德國水災已經造成了 133人的罹難 多人失蹤 從邁阿密樓他到德國大水 更有疫情中西方國家 反人道主義的表現 然後在昨天中國自己的大水災 河南狂風暴雨 鄭州一個小時的降雨量 竟然高達了201.9毫米 這肯定是全球今年單位時間 最猛的降雨量之一 這種極端的天氣導致洪災是必然的 OK大家看到 在中國就是天真 在其他國外就是人禍 就是執政黨不好 就是各種各種的制度不好 我這邊就問 中國的各大媒體 敢不敢繼續追蹤水災水情 退去之後 半年一年之內 這些中國或是歐洲的受債戶 他們可以實際從他們自己的政府 得到多少賠償金 跟多少補助 跟多少的物資 以及會不會補貼他們失業 這期間的一些費用 敢不敢做這個對比 因為你說西方是反人道主義 那很明顯你想要表達的是 中國的社會福利 比西方歐洲的更加優越 那你敢不敢繼續追蹤後面 中國補貼民眾百姓 是比歐洲來的好啊 如果是這樣就不會有一堆中國人移民歐美 數據會說話 我們再來看看 他說湖南每個小時 最高降雨量達到了201.9毫米 我們來看一下 就在今年的6月4號 不是1989年喔 是2021年的6月4號 我們的台灣台北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每小時的降雨量 最高達到了209毫米 怎麼樣都比你們201來的慘 那我就問 台灣的捷運站淹死人了嗎 台灣的媒體在第一時間 台灣的政府在第一時間 有沒有學你們這個中國政府說謊 有沒有刪除台灣人 拍自己國家水情的這個災難 傳到網路上 有沒有把它刪除封號 有沒有 就回答有或沒有 結果到現在 中國官方跟小粉紅還在說 歐洲逼我們嚴重啊 歐洲好慘啊 中國這樣子已經很好啦 天災我們這樣子處理 已經非常的好了耶 我想大家都搞錯了一個重點 絕對會搞錯了一個重點 而且會被小粉紅帶偏 重點不是在說誰有多慘 或是誰降雨量最高 有沒有第一時間如實的報導 有沒有隱瞞 有沒有包庇當地政府 有沒有包庇當初蓋捷運的這個建商 有沒有檢討執政黨 再來歐洲的降雨量 還不如你們中國就已經那麼慘了 你跟我說中國那麼慘 只有12個人疑難 你是不是在開玩笑 你們都是水行俠是不是 我們再來看前幾天央視說的屁話 來 那天 橫波大雨襲擊華北多地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次各地的應對有啥不一樣呢 要我說這次的應對很有樣 充分運用的科學手段做到了全面而系統 暴雨到來之前氣象部門連發預告 暴雨到來之後 從交通部證部門到排水消防救援等部門 都是全力以赴做好保障 一些地方還及時實行了彈性上下班 把降雨對大家的影響降到了最低 這套組合起來真的很給力 因為降雨導致的一般事故也降到了最少 這套打法 為應對極端天氣打得不一樣 這才是應對災害天氣該有的樣子 他在裡面說到我們都有預警 我們這個預警系統非常的好 預警系統非常的好 為什麼大家會去搭捷運 為什麼捷運站開著讓人家進去 最後我只能說這場災難沒有100%的天災 也沒有100%的人禍 但是這100%裡面 有幾分是天災 有幾分是人禍 我相信在當地生活人的心中 都非常的清楚 我再次強調 不要試圖用這全部都是天災 或是這全部都是人禍 這些理論去試圖說服另外一方 來支持你的論點 因為這一切的決定權 都是在中國官方的媒體上 黨媒姓黨 所以媒體就是黨 我再強調一次就是這樣子 大家應該要把重點放在 為何第一時間沒有如實報導 而是在想著 我要怎麼樣避重就輕 再來為何不讓自媒體去撥倒中國不好的一面 就像台灣這樣 有好多自媒體也在說台灣不好不好 這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正常的國家就是要接受不好的批評 這個時候我相信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你的頻道老是在罵中國 你也不罵一下台灣自己 我就說了台灣是多元的聲音 台灣是多元的媒體 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如果想要看台灣的缺點 我相信網路上大家可以找到非常多 而我也不會特別去洗地 你說的那些台灣的缺點都是假的 台灣都是有缺點的 任何國家都是有缺點的 但是允許這種聲音存在 而我也不會去說 你說台灣的這些缺點啊 你就是在造謠 你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我不會去說這種話啦 而且我相信這次潮水退去之後 又是一片安好共產黨萬歲 歲月盡好 這個才會是大家應該要擺的重點 千萬不要再被小粉紅這種嚼死棍 拉走去討論 哦這個是天災啊 這是怎樣 歐洲好嚴重啊 什麼什麼什麼 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點 千萬不要再被他拉走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就是喜歡記得訂閱 因為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打九 下次見啦 掰